嗨 馬文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馬文的頻道 馬文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的郵輪之旅來到羅馬的近郊港口 Civitavichia 這個港口非常特別 著名的就是說它這個海邊的碉堡 除了這個碉堡 馬文還有發現它這邊有一個 如美國聖地雅各一般的那個雕像 非常著名的雕像叫做擁抱和平 就是一個隨手擁抱的一個女生的一個雕像 馬文帶你們一起分享這個城市囉 今天我們要下船了 我們今天來到羅馬的港口 就是這個地方 Civitavichia 我們下船一樣準備我們的科斯達卡 前面刷一下就可以出去了 每次下船都是不同的風景 它這個碼頭有提供Shuttlebus 因為它沒有辦法讓我們遊客在這個碼頭亂移動 所以它直接就把我們送進Shuttlebus 然後載到比較城市的地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等Shuttlebus 然後這個Shuttlebus也是有 最首班跟最末班要注意時間 才不會回不來 因為這邊每個人有些是要在這邊結束行程 有些是要去參加當地的tour 所以這邊有很多bus 自己要做對 然後我們的應該就是這台 Shuttlebus 最朴素的 剛剛問了一下是這一台 還是免費的Shuttlebus 它是到城市 那這邊同樣還有 同時入港的海洋交響樂 巴士很多 都是郵輪的停靠接駁巴士 那從這裡開始你就可以探索這個城市了 挺不錯的 那你要去這邊喝咖啡 就回船上 還是要在這邊深度的徒步旅行 你都可以自己控制 很彈性啊 你只要記得準時回船上就好了 那這下船會有很多 這個各式的旅遊服務的 懶客 或是租車公司 其實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不ス天啊 就把一台車ó集中 但是呼籲的 可能就在這邊 好像有很多 在這邊 也不可以 有很多 之下 有很多 我 給我 小龐 小龐 吃 小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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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玩耍完毕 要回到我们的船上了 这边就有这个通道 那一样我们下船 护照都不用带 就带着科斯达卡 海归卡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等一下估计前面会检查一下你的卡片就上这个穿梭巴士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船上 回到船上那边就要检查一下行李 然后扫描你的卡片 就回到我们舒服的家 那船上就是开始吃吃喝喝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超酷的洗手机 那这里面有内建肥皂 来示范一下 手放进去呢 他就用旋转水流的方式 然后这个水呢有加肥皂在里面 然后你洗完之后呢 手就非常干净哦 包含你剥虾子的一些油腻啊 全部都消除 给不给个赞 赞 这个船上还有服务就是你可以在这边预定你的下一次邮轮 那这边呢 时间到了他会有两位咨询师 那你可以在这边就预定你下一次的邮轮之旅 那他会给予还不错的折扣 你可以跟他讨论行程啊 然后可以预定你的下一次行程 时间一点都不 1 2 2 現在媽媽已經上台了 到了這次的遊輪晚餐 剛好提供義大利宿明甜點 就是我們之前有介紹碼碼碼 來試試看 合不合馬辣的胃口 這個叫什麼碼碼碼碼碼碼 義大利非常酥的甜 這個... 這個.... 這個.... 吃起來就讓我回想到土耳其 他們就把那些麵包什麼東西泡到糖水裡面 感覺就是這樣泡在糖水裡面拿出來的麵包 蛋糕這樣的感覺 那有沒有酒啊?你吃起來有沒有酒味? 那天吃的有一點酒味,這個比較沒有酒味 它的酒味比較少一點 但是甜度很夠 因為他只在糖水中拿出來的東西 在糖水中打滾中的甜點就對了 對 喜歡吃的人會喜歡吃 歐洲人他們喜歡吃 東方的人可能就會比較要考慮考慮 好,感謝馬爸的分享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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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p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